已经破了台湾铁道的新记录 GPBS新闻黄志忠李王舍游浩婷 台北花莲采访报道 这个带大家去捡便宜当中的台北成衣中心 也就是五分谱今天举到了一买活动 有近千件的衣服打出了超低价 两件只要一百块 信了很多婆婆妈妈们疯狂抢购 用男生去替女朋友抢便宜 现场相当的热闹 我们就带您一起走一趟 一脉活动还没开始 婆婆妈妈顾不得工作人员指示 已经锁定猎物 手上一拿就是好几件 后方一双五名手挥来 正巧打中前方妈妈的头 抢定位的在探位前方被后头挤上的民众 压得动弹不得 四面八方涌静约百位民众 五分谱周末一连两天 义卖衣物净千件 两件才一百元 阿姨姐姐们几乎是闭着眼挑选 我没有挑 对我直接拿 就先讲再说 还不适合我再选 看看他们的战利品 蕾蛇装饰T恤 短板窄裙 连身小可爱 单价约两百到四百块 下伤一件五十元 买到还是有赚 这价约是三百九十块 然后这边五十块 蛮便宜的 家里大小姐姐妹妹 弟弟哥哥们都可以穿 顾不得形象 有人现场就开始试穿 意卖所得要捐给慈善单位 小姐们捡便宜又能做工艺 真是一举两得 TVB的新闻陈宇伟 关轩调不到 继续找找好吃的 最近宜兰举办了百大名店的票选